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就是说北京方面要改变台海地区的现状 加速统一的进程 什么是所谓的台海地区现状 这个台海现状各个国家不同立场 有不同的自我判断和定位并做出自行相关政策 首先我们分别说一下联合国大会的共识和立场 台湾当局蒋介石及继任者的代表 蔡英文的四个坚持和四个任性 这是分裂中华民国固有领土 主权 坚持分裂的立场 美国1979年制定的一个中国政策建交立场 和关于台湾应许之地的承诺 其次是拜登政府的四不一无意政策 应许之策和国务卿布林肯 掏控一个中国政策 推行双重代表权 试图出台新台湾政策法固化两岸 永远汉而不同 互不隶属 各自为政 1971年10月25日 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第2758号决议 按照联合国宪章 一个中国原则 在同一固定领土上 同一时间只能有一个主权国家的国家 共同体的主体的同一性 完整性 延续继承性 考虑到 中华人民共和国 就是中华民国的国家延续 以及中国在联合国组织中 根据宪章所必须从事的事业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就是中华民国的国家定位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就是代表联合国宪章注册的 中华民国 国家主权 一切权利的唯一合法政府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联合国组织安全理事会的 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 这就是联合国承认 中华人民共和国 和中华民国的同一性 大会决定 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起权利 恢复 就是本来就存在 联合国宪章上中 大会决定 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 恢复 就是本来就存在 联合国宪章上 中共代表董毕武 就是代表中华民国的 合法签字 代表的中华民国 因此 中华人民共和国 就是中华民国 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名称 实际就是 人民的中华民国 因为联合国会议 军事主权国家的身份 政府 也是主权国家的 唯一合法代表 因此 不可能存在 大汉承认 一个中国有两个政府 也就是根本上否定了 有美国 日本 澳大利亚等17国 提交的双重代表权议案 大会决定 驱逐蒋介石 台湾治理当局的 最高领导人的代表为 非法 非政府 非官方的中华民国 台湾省地方 Promise代表 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 这些国际法规则 和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决议公告 说明的就是中华民国 在联合国宪章 和联大利2758号决议 所确定的 中国台湾问题的归属和定位 不存在 中华民国 台湾省的地位未定论 按照二战期间 台罗宣言明确规定 实战后 日本把非法占据的满洲 台湾 澎湖列岛等一切中国的领土 归还中华民国 中国 国际法 和联合国组织 是维持战后国际秩序的权威机构 究竟什么 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是问 各国基于什么样的规则 基于谁制定的规则 这种规则 与国际秩序之间 是什么关系 我们共同承认的规则 就是公认的国际法 就是联合国宪章宗旨 和原则 那么为什么不光明正大的说 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以联合国宪章宗 默认文本 那么为什么不光明正大的说 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以联合国宪章宗旨 和一个中国原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为什么要扭曲联大 第2758号决议 搞一花接木 偷梁换柱 自欺欺人 以台湾政策法 瞒天过海 搞双重承认的障眼法把戏呢 其次 我们要剖析和通过台湾当局蓝绿两党的所谓 台湾地位共识 台湾当局 蒋介石及继任者的代表 蔡英文的四个坚持 和四个任性 就是分裂中华民国 固有领土 主权 坚持分裂的立场 解剖中国国民党的 一中各表 九二共识 不同不独 不武 维持现状的本质 就是分解中华民国的国家主权的统一性 完整性 时效性 和时效性 所谓维持台海现状 就是长期维持中华民国内战Civil War 以武抗统 一岛谋独 永远不同 表面不独 其实就是 和平分裂 武装割据 战山为王 分岛扬镳 保持 化海割据 汉儿不同 各自表述 坚持独立 互不隶属 以此掏空邓小平理论 掏空和平统一 一国两制 强调台湾人治理台湾 台湾是2300万人民的主权国家 所谓一中两线 就是特殊的国 与国关系 所谓一中各表 就是和平分裂 RAC 各自为政 政府独立 研究解决台湾问题问题 既带主观性 片面性和表面性 所谓主观性 就是不知道客观的看问题 也就是不知道 用唯物务实观点去看问题 台湾问题 只了解大陆主观称 中国台湾问题 不了解台湾称 中华民国台湾问题 就是解决中华民国内战战争 尚未结束问题 就是解决中华民国台湾省的历史和现实定位问题 不了解 一个中国原则 就是解决联合国承认的中华民国的国家主权 不可分割 不可分裂 不可转移 非经安理会程序 不可变更 不可废除 不可注销的问题 用国际法通用的法律语言 既法无名文 不得废除 应该肯定的说 1949年10月1日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就是联合国宪章上注册的中华民国的延续 联大 联大2758号决议 开宗明义回顾联合国 宪章的原则 这是宣布联合国大会 肯定中华民国 这是中国在联合国组织中的 中国全部国家主权的国家 形象和国家名称 联合国大会 2758号决议 考虑到 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联合国权利 势必不可少的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承认中国 中华民国 第一个新政府 而不是承认一个新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 并不是作为一个 另立的新国家 而出现在国际舞台 联合国组织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 人民政府 作为国际关系法上 当然具有代表 原来寄存的中华民国 在联合国宪章和组织中 国际法主体国家 应有的法律地位 根本不存在 另立一个新国家的承认问题 作为一个国际法的法律问题 中美建交既不是承认一个新国家 也不是否定联合国 宪章注册的中华民国 既代表中国的国民 而是承认和恢复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就是寄存联合国宪章 中华民国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 这就是我们认知 台海两岸关系的本质 解决台湾问题 和实践祖国完全统一的第一步 是在法律上 认知上 解决现实上 联合国宪章和Aung组织中 客观的中国 就是中华民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就是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台湾就是 中华民国台湾省的问题 这是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 D.客观存在 即不存在 台湾地位未定论 也不存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 和中华民国台湾 互不隶属的问题 中华民国 是联合国组织中 一个名副其实 主权独立 不可分裂的完整国家 D.名指歌 什么一个中国原则 美国国内法的 一个中国政策 拜登政府承诺的四不一无一 包括 不寻求新冷战 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 不寻求强化同盟关系 反对中国 不支持台独和独台 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和对抗 解决台湾问题 克服主观性 是美中关系的重中之重 没有规矩 不成方圆 联合国宪章规则 和联大2758号决议 表明了联合国宪章的 创始会员国的 一致性 同一性 同一性 法律保留原则 地时效性 和时效性的辩证关系 所谓认知 国家认同片面性 是什么呢 美国林肯总统 说过一句名言 你可以一时欺骗所有人 也可以永远 欺骗某些人 但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人 所谓片面性 就是盲人摸想 自欺欺人 制造违背联合国宪章和联大 2758号决议事实真相 片面地看待 中华民国内战遗留的台湾问题 制造以偏概全 满天过海一夜帐幕 不见泰山的假象 或者说 只见树木 不见 树林 只看表面文字 不看宪法本质 只认台湾 不认中华民国 内含全体人民 只了解台湾 不了解 中华民国 主权法定固有领土的完整性 同一性 一致性 政府合法性 政府代表的唯一性 及其国际法追溯的时效性 和法定的时效性 众所周知 台湾政客蔡英文法学博士 文凭造假的丑闻 在国际政治舞台上 蔡英文一贯偷梁换柱 掩耳盗铃 假话 连篇空手套白狼造假的案例更是 无处不在 猎机斑斑 家常便饭 庆祝难输 这里列举几个蔡英文 以偏概全 瞒天过海 家喻户晓 耳熟能详 既想当婊子 又想立排放 不以为耻 翻译为荣的 蔡 法学博士 政治未命题 蔡博士的四个坚持未命题 蔡英文的台独四个坚持未命题 最近两年的台湾地区 双十讲话中 反复提出的两岸政策主张 四个坚持 坚持中华民国在台湾宪政体制 坚持两岸 互不隶属 坚持台湾主权不容侵犯并吞 坚持台湾前途由台湾人决定 四个任性 台湾主权立场很坚定 绝不退让 绝不妥协 绝不巨战 我们理性 严肃地对照一下 中华民国台湾 宪法序言于总纲 第一章为总纲 首先提及中华民国的国体 基于三民主义 永远统一的人民共和国 这就是全中国 依法必须实现 中国人民坚持统一的政治意愿 中华民国主权之归属属于 中华民国 国民全体 台湾不是独立王国 而台湾永远 是全中国人民的台湾 绝不允许分割中国台湾主权 再来确定何人可以是中华民国国民 拥有中国 国籍 承认中华民国 就是中国 就是全中国的爱国者 再来谈及领土范围终极规定 中华民国领土 一起固有之疆域 非经国民大会之决议 不得变更之 一个国家绝不可分割 分裂 中华民国人民主权 法定地位 全体人民是 中华民国的主权者 中华民国各民族一律平等 现在台湾去中国化教育下 绝大多数台湾青年 台湾人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 这才是台独分裂 中华民国 也提醒中国统一后 绝不能实行港人 治港 一国两制 也绝不能实行台独教育的 台湾人治理台湾 舍本竹墨 强之弱干的邓小平 和平统一 一国两制不成熟 的早期统战理论 中华民国主权之归属全体国民 按照两岸关系条例 中华民国在国家尚未统一前 规范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之间的 民间往来律例 大前提 中华民国主权归属全体国民 当然也包含归属大陆地区人民 小前提判断 中华民国大陆人民也是 中华民国人民主权者 三段论推理判断结论 中华民国台湾 省之主权归属全体国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大陆人民也是 中国台湾 中华民国台湾省的主权者 结论一 纵上所述推断 蔡英文当局自始至终 完全违反中华民国 民主共和国的民有民智民想 第三民主义国体 和自由民主的宪政体制 执疑蔡英文 四个坚持假言 互不隶属 分析二 所谓联合国之会员国国家之判断 有真假之分 所谓判断 即对联合国定位 中国就是中华民国 是一个不可分割 分裂的 国家和联大2758号决议 承认之代表寄存 会员国 中华民国唯一合法代表之政府 事务的论断 或者肯定什么 或者否定什么 国家 即中华民国的同一性原则 按照联合国宣章 一个中国原则 联合国 会员国之国家 时效性的同一性 时效性的同一性规则 在同一时间 同一领土上 只能承认一个国家 只能有 一个代表该国家主权的 唯一合法政府 关于政府的承认问题 究竟谁有权代表ROCK 联合国 中国注册的中华民国的政府 又按照国际法和联合国宣章 及联合国组织法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承认是 作为同一领土上 同一注册国家之政府 第承认问题 不是承认另一个新国家问题 而提出来的 而是作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就是联合国安理会 五大常任理事国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 就是中华民国定位 而提出来的 未经安理会程序 不得废除计存会员国的 法律保留资格 只要法律和法里 能够说服人 就能掌握联合国组织的 各个会员国和政府 只要联合国宣章 一个中国原则的理论清晰 彻底 明明白白 就能说服人 就能征服 世界 也能征服美国人民 征服中国台湾人民 得到多注 识到寡注 在这个意义上 搞清楚 和平统一的前提是 认知中华民国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合法性 权威性 排他性 国家和政府的法定地位 不讨厌 和平就是空谈 因此 空谈和平统一 终无大用 唯有波乱 反正 推陈初心 先结束中华民国 主权争议之内战 以战争的斗争 求国家的统一 才能实现中国的统一 在内战中 运用联合国宪章 和联大2758号 决议武器 中华人民共和国 就是中华民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就是1971年联大 2758号决议生效后 国际法法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 中华民国 第唯一合法政府 台湾蒋介石的代表 中华民国 台湾省地方当局 自联大 第2758号决议 公告生效之日起 就永远不再拥有 代表中华民国 政府的合法性 因此 所谓的台湾中华民国 政府是 彻头彻尾 自欺欺人 过其失效 满天过海 愚弄台湾人民 忽悠全世界各国 政府的大骗局 换句话说 蔡英文所谓 台湾的理性 完全是颠覆联合国宪章 颠覆中华民国 宪法和宪政体制 颠倒黑白 以假乱真 混淆视听 自欺欺人 掩耳盗铃的政治 欺诈行销 假冒位列所谓的 中华民国 台湾垃圾病毒 有害细菌 蔡英文的 四个坚持 和四个任性 完全是建立 在欺世道明的 自我判断台湾 中华民国台湾 卫庄台湾 就是蒋介石代表的 中华民国的政府 所谓蔡英文 无理要求 两岸政府的平等 就是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大陆 中华民国台湾 在台湾 大陆与台湾是平等的 两个互不隶属的政府 对政府 法律上和战场上 内战交战上 对等政治实体 在联大 第2758号 决议公告中 承认 中华人民共和国 就是联合国宪章 一个中国原则的中华民国 承认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是代表中华民国的 唯一合法政府 联大2758号 决议公告 决定 将中华民国台湾省 的蒋介石代表 立即从非法占据的 联合国席位上 驱逐出去 理性地解释 蒋介石的代表就是 台湾治理当局的 中华民国台湾 借题发挥的 Rack在台湾 承认着修补 民进党 窃国篡位自立 台湾小皇帝的新衣 蔡英文 一贯弄虚作假 自欺欺人 招摇撞骗的大诈骗犯 婊子力排放 这样 天下公认的证据 却做的台湾政治诈骗犯 毫无诚信 毫无廉耻 毫无政治操守 毫无 国际法 和国家宪政 基本法律知识的常识 根本就不值得台湾人民的尊重 更不值得全中国 人民的同情和包容 可惜中国某些所谓的支台派 也许借助邓小平老人 当时高估中国国民党的爱国意识 看走了眼 过度自信 两岸一家亲 血浓于水 就像农夫与蛇故事里 那可怜的农夫 以君子 知心杜小仁 和台独 以及独台之父 忘记了陈独秀 一位向蒋介石妥协 一位依靠国民党的投降路线 深刻教训 不少国台办 和台言所的所谓 和统派 其实就是农夫怜悯 台湾政客 这些被冻僵了的毒蛇 事实胜于雄辩 邓小平提出的 和平统一 一国两制 解决方案 结果是始料不及 好心 会台政策 被当成软弱可欺 仁义的和平 统一 被当成和平分裂 维持现状 互不隶属 中华民国国土主权 绝不退让 民主自由价值绝不 妥协的政治筹码 实践出真之 失败是成功之母 中共二十大 痛定思痛 自我反省 忍者如舍 建设不中靶子 不能全怪 台独和独台背信弃义 背道而驰 应该 检讨和平统一 一国两制的政策误区 和自我判断 只有没有行而上学的 维新主义教条主义 官僚义士的个人崇拜 地习非盛世的解决方案 现在中共二十大 对台系统应该搞清楚 和平的必要条件是 国家必须统一 代表中华民国 全部领土主权 递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和中国人民解放军 只有先完成 中华民国 全部国土的统一 才能实现 两岸真正的和平 使得人民走向共和 走向国家定名指争的统一治理 建立 一个公开的法治政府 一个遵纪守法 平台驱毒 藤龙画鸟 全中国人民可信 地爱国诚信政府 一个为全中国人民服务 公平均富 受全中国人民 依法民主监督的政府 一个肩负人类命运共同体 和中国现代化相辅 相承的责任政府 归根结底 就是同心同国 安邦定国 定名指歌 依法治国 趋利避害 立心求真 和谐相处 融合发展 共建家园 这就是站在邓小平和平统一 一国两制问题 教训 和陷阱的基础上 更上一层楼 不禁 台独 和独胎 四个坚持 或不隶属的顽固立场 不看见台独 和独胎 顽固狡猾的四个韧性 这些台独 和独胎 分裂割据势力的恶机斑斑仪式 真就不长一致 那些支台派 和高调主张费尔 婆赖整体解决 中国台湾问题 整体方案 也必须经受未来历史和社会实践的检验 不承认 宪章和决议的一致性 任何解决方案都不能 真正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 与中华民国法理上的 统一性 一致性 时效性 和联合国宪章一个 中国原则时效性的辩证 对立统一关系 因此 为台湾主张台独 和独台的分裂 主义 和分离中华民国的四个坚持 和四个任性互不隶属的政治谬论留下了 两难选择的中华民国认知陷阱 我们 相信 香港和台湾的某些地方 自治失败之 自交系失败教训 是成功之母 和平 统一实践出真知 港人治港的自交系 必然产生港独 必然产生自我膨胀的 舍本逐末 强之弱干的地方 保护主义现象 同理可证 台湾的台独 和独台的历史演变 必然会产生 去中国化台湾地方保护主义的 台湾民粹 分裂中华民国主权的现象和流毒 台湾给我们全中国人民 和全世界人民上演了 和平演变到 民族分裂 民粹仇恨 制造类似 俄乌冲突的代理人战争的结局 台海现状 就是内战意识形态的斗争 导致两个政治集团 地对抗和尖锐斗争 斗争是绝对的 占主导地位的 因此 以斗争求统一 则国家必然 正规统一 以融合妥协和和平投降求统一 则国家必乱 和平必亡 毫无疑问 邓小平 理论的和平统一 一国两制操支在台湾 政客手中 则国家统一必亡 天下必乱 帝国 主义亡我之心不死 台湾台独和独台分裂是 立即就像新冠病毒一样 不断变异 对中国的 危害 也永远不会自动消失 这绝不是违言耸听 在如今台湾的社会现象表明 至今并没有 一个真正认知中华民国 就是联合国承认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 也没有那个中国大陆的 法律学者 勇敢地承认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 现在的中华民国 这就是法律素质教育的 短板和和平统一 一国两制理论结构 地缺失 和国际法 关于国家和政府概念的塌陷 导致如今国家面临严重的 认知分歧 台湾必然要独 大陆也必须要统 台湾不断主张 坚持互不隶属要分裂 大陆为书为上 只有邓小平 和平统一要和 要效仿香港 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模式的统一 台湾不论蓝绿 亲美媚日 反共反习 依美抗中 大陆不愿明确解决 中华民国内战 尚未结束的现状 所谓内战进行时的 和平统一方案 完全是 一厢情愿 过度自信 自己有能力按既定方案解决 坚决反对外国干涉 中国内政 和内战的现状 两岸如何依法出师 有名走向中战 战争结束的和平协议 多少是 从来即 一万年太久 只争朝夕 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公告 生效51年啦 比日本殖民台湾的50年还要久 为何 渐行渐远 克州求见 守株待兔 一味 强调和平统一 一国两制 羊汤止费 送相公之人 明日复明日 终无大用呢 因为我们大陆的决策者 对联大第2758号 决议的授权的认知不清晰 处理台湾治理 当局分裂中国 抗拒中国统一 结束内战的 抵触 和排斥心理社会一化现象 估计和判断 不成熟 不清醒 不坚决 往往过度自信 两岸一家亲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血浓于水 兄弟肖强 以汉为贵 等等 以所谓民族感情 代替法治责任 植物漏者在雨下 执政师者在草野 知经物者在珠子 意思是 知道房屋 漏雨的人在房屋下 知道政治过失的人在 民间 知道经书错误的人在珠子 在解决 台湾问题的四十年 一国两制实践过程中 为书为上 约定俗成 君子之过 过 人皆见之 官方千方百计 而未知词 洗烟 不查 三代事业炮制 只有没有 邓规 江随 江规 胡随 胡规 习随 习以为常 敬朱者赤 敬末者黑 执经物者在珠子 众所周知 二十大前权力还不够集中 唯求连任 习不想统 稳定才能连任 连任才能推行统一 优先 连任才能履行集中最高权力 实现改变 邓小平和平压倒一切 维稳胜于统一 才能曝露台独和独台 一唱一汉 狼狈为奸 以武抗中 一美谋独 才能引蛇出洞 才能引狼入室 才能揭露萧美琴 金钱贿赂收买外事 佩洛西访台 挑起两岸对抗家具活动的真实嘴脸 如此错纵复杂的台海现状 和平求统一 不过是纸上谈兵 隔靴搔痒 空谈误国 中无 大用的废话 大话 梦话 实现清醒告诉国人 同胞 唯有仙筒 一锤定音 然后才有中战和平 建设 共建美好家园 国家统一 如果是皮 和平就是毛法 皮质不存 毛将腌负 统一的看不见一只手软 也就是坚信 会抬政策 对台特殊公民待遇 可以收买人心 宣传台湾人 在大陆创业成功的案例 和经济统一的巨大实惠利益 这就是经济融合统一的最大公约数 也就是 和平方式的统一 可以避免兵凶战围 两岸一家亲 和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 你能我能 加和万事兴的和解的效果 中国推行王道 胜于乙武逼统的霸道 但是汉统并不符合台独 和独台 以及美日的根本利益 所以台湾不吃中国 汉统融合发展这一套 苍天有眼 谁在乎 江山就是人民 人民就是江山 习拜会能谈出什么 应该谈一谈 美国究竟 能不能兑现以下中美元首会晤的承诺呢 一 首先 美国1979年制定的 一个中国政策 建交立场 和关于台湾应许之地的承诺 继三个联合公报 承认台湾是中国一部分 二 其次是拜登政府的 四部一无意政策 应许之策 和国务卿布林肯 掏控一个中国 政策 而要退回1971年 继续推行双重代表权 试图出台新台湾政策法 固化两岸 永远保持 和平分治汉而不同 互不隶属 各自卫正 封建割据实质不同 不独不武 各自表述的 必实就虚的 特殊两国论 三 美国如何清醒认知 中国两岸现状 就是中华民国内战 美国的南北战争 悬而未决的类似问题 如何解决一个 国家主权不能分裂 维持法律公开 公平 公正的民主法治社会 行稳致远 地和谐秩序 One Nation Indivisible With liberty and justice for all 美中面对未来 正在努力构建 两难选择 相互尊重 和平共存 合作共赢 找到 新时代中美正确位之 结构的相处之道 看中国拜登的国家安全战略 把中国列为最重要的战略竞争对手 定国在所策 安邦在所认 中共二十大 确立习近平领导 全面解决台湾问题方案之后 现在也是 严阵以待 敢于与西方反华联盟斗争 善于以斗争方式 处理双方有争议的既得利益的 矛盾 和冲突 有媒体在炒作一个概念 说美国要 动员一个叫做Global West 就是在全球范围的 西方体系里面的这些国家和地区 来围堵中国 而作为回应呢 中国是针锋相对联合起来 Global South 就是把它整个发展中的国家 更多的团结在自己的周围 未来十年中美观 细未知结构的在包装新型大国合作 与竞争并存 机遇与挑战同在 在合作中 边斗争 边合作 边和解 相反相成 与时俱进